志倫這邊 一進廳耶 他排行這多好漂亮 放槍17把 的人 現在6萬分 放槍17把的人喔 目前幾乎是無限接近第一名 水上1萬 水上1萬多啊 放槍17把 自摸數多 他一個人的自摸數是其他三家自摸的總和 球球進到7條 球球聽牌喔 這麼弱的手牌 聽了耶 所以要看進牌速度 他是率先聽牌 對 率先聽牌 他這有機會一聽就摸喔 他現在已經幾乎沒有弧牌的空間了 他這一把牌一定要靠自摸 3萬5嗎 對 虎牌是幫人家推而已 是 他3萬5虎牌變成3萬6 其實對幫助有限 但是自摸變成4萬出頭 就完全不一樣 大有幫助 完全不一樣的概念 他就屬於一個 這個 4萬的話 一個封還可以 胡跟摸 胡跟摸 那3萬5 你一定要摸兩個 沒錯 智倫也聽牌 智倫25條 智倫現在就肯定會要順推了啦 智倫跟浩天都是順推 浩天目前還沒聽喔 智倫這邊25條 那建民上妝也還是兩勁挺 建民反而是比較有機會的 我們客觀的來說 對 建民的機會是大一點 摸一把就是大概4萬6左右 對 兩把上5萬 那我們說球球的話 可能要3到4把來上5萬 即便他3把上5萬 也是跟兩把差 這個是不同概念 對 更何況他要超過3把 下將氣流的時候 你完全不能奢求說 你的自摸是很多台 你連自摸都是一個奢求 是 球球 智倫打了1條 球球吃下來 147 14條 14條不能再去等海底的嗎 海底的14條 似乎是可以等的 因為他這個操作的話 這張147是沒有辦法做動作的 這手的摸牌 是 14條好像 球球的過水之後 摸到5條 解過水 球球這個147大有可為 哇 沒辦法 他摸到了5條 對啊 沒有錯 我過啊 我過啊 我過水 球球這個操作很 球球這個操作很極限喔 他已經是幾乎把所有的可能 放到最大了 但是我覺得 我剛剛看海底的牌 他其實可以直接摸牌去過水 可以 這就是一個選擇 那 其實 沒有 沒有對錯 聽147桶也漂亮 因為我可以不吃 我直接過就好了啊 因為我可以不吃 不吃 我可以不用拍了 好燈 像我今天 給我